想轉口味吃西餐 不如試試瑞士芝士火鍋 Lufferina餐廳 設計充滿瑞士氣息 由於當地人喜歡飯前喝幾杯 所以餐廳入口有一個小酒吧 給客人和朋友一起喝一杯先吃飯 餐廳的大廚Vincent 是土生土長的瑞士華人 所以這裡的食材和做法 都相當正宗 但怎樣才是正宗的瑞士芝士火鍋呢 要煮出傳統瑞士芝士火鍋 最重要是用瑞士原產地的芝士 不然煮出來的效果 質感和味道都差很遠 芝士和白酒的比例都很重要 要二比一 當然, 為了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酒的份量都會因應調節 煮完芝士, 我又來 這個芝士的鹹香味 非常有層次 為什麼呢? 因為它用了瑞士的兩種芝士 分別是埃文達和格魯耶爾 對, 阿文達的芝士 比較鹹香味重一點 濃郁一點 格魯耶爾比較溫和一點 所以是絕配 這個芝士火鍋最重要的秘技 就是慢火慢慢煮 芝士才會很純滑 另外這個火鍋配料 除了有法花 還有西蘭花 筍筍仔和長通粉 有另一樣東西也一定要嘗 就是瑞士的國文美食 哇 但是這個瑞士薯餅 帶著還跟著傳統的做法 首先將薯仔剖絲 之後加入洋蔥、牛油、黑胡椒 少許香料 攪勻之後煎到兩邊都香脆 所以吃下去真是外脆內軟 它裡面有少許黑胡椒 可以吃下去還有少許微辣味 瑞士芝士火鍋二人餐 原價714元 抵食價 298元一份 想吃得好 吃色著數 馬上輪著買搶電子飲食優惠犬 即買即用